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那行吧 那我去了啊 回来 咋了 媳妇 再买两瓶盘长贵酒 那酒好喝 谁说给我挪一下 等着 买好酒 在领导门口家等我 听着吗 媳妇 来了 别冲动 哎呀 你说这弄的叫啥事 这社会风气啊 都让我媳妇让人给带坏了 哎呀妈呀 谁干的呀 就我家的地让我熟似的啊 那都能照镜子你知道吗 什么人啊 老爷们不该干这活 我告诉你 好老爷们 啥活都干 哎呀 这收拾收拾 哎呀 这起码 看着他也立正啊 是不是 哎 小川啊 我刚才听着动人就像是你 还真是你 进来吧 来 经理 等一下我这个东西啊 哎呀 进来 哎哎哎哎 好嘞经理 哎呀 哎呀 投回来我们家 不用客气啊 来来来来 坐下 哎呀 你说你看我就看我呗 还拿什么东西 经理不是东西 啊 不是 经理啊 这个不是东西 那不是东西那是啥呀 垃圾 垃圾啊 哈哈哈哈 啊 小川啊 哎 你说你这个平时工作干的挺好的 啊 很诚实个孩子 这怎么开始编瞎腕的呢 啊 经理我没编瞎腕啊 你没编瞎话 啊 你说你给我来送礼 然后我打开一看 里边是垃圾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知道不 站好了 不是 小川啊 你说咱俩同事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了解 你今天来我这干什么来了 经理 你不是落枕了吗 我媳妇让我来看看你 你媳妇是经理 还我是经理 我媳妇是经理 啊不是那个你不如我媳妇 不是那个我 还还行了 别说了 你走吧 你个奇管炎呢 你真给我们男人丢人 经理我走了啊 走走走走 我回来 又撒的了 这个 你这个东西啊 还得给我留下啊 哎呀 经理啊 他真是垃圾 你个奇管炎 他就是垃圾 你也得给我留下 你看啊 你这么怕媳妇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 你媳妇呢 让你来给我送礼 然后呢 这个礼呢 你再没送出去 那你不得回去 跪催吧 啊 跪榴莲 至于吗 你真是 这么的吧 我呢 给你五百块钱 然后这东西就算是我买的 回去呢 你跟你媳妇也好交代 你走吧 经理 这个东西 不能给你 不是 你不给我 你带我儿来干嘛 这不是刚才在门口 你把我喊进来的吗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不对呀 哪有那么巧的事 你拎着东西 在我门口晃悠 然后呢 你进来以后 说这东西 它不是送给我的 谁信呢 啊 不说实话 经理我 怎么回事 经理我 不说 经理 我这东西 谁给我老丈人的 他就住酒楼 就稀罕这个味 你说你就没得跟他抢啊 我不跟他抢 小事 你别急 我抢 你不抢了 我不抢了 那你还要吗 我不要了 经理我走了 你别走 我 经理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来来来 过来 这么带 我给你老丈人拿点东西 啊 哎呀 看什么 这个啊 攀长味酒 好喝 不上头 哎呀 这儿呢 还有你嫂子 早上买的橘子 可欣赏了 对了 还有 这是老家拿来的木耳 纯天然 绿色食品 哎 拿着 给老丈人拿去吧 经理 我这不敢要 经理 瞧不起我呀 你 不敢 那我也不能要 你不要是吧 那你那东西我要了 要 要要 我全能要 好吧 经理我替我老丈人 谢谢你了 好好好 哎呀 来 小心点 经理再见 再见 哎呀 哎呀 这叫啥事啊 本来是我来看经理的 别看经理看我老丈人了 哎 媳妇你看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不等我就想先进去 刚才啊 刚才就买这个 这个呀 这个能送出去吗 哎呀 就这个攀长闺酒啊 还不错 剪了还没放你 给我放你 哎呀 媳妇不是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你咋啥都整不明白呢 啊 这盒啊 这盒 你说这盒海鲜还凑合 不是啊媳妇 这可不是海鲜呢 这是垃圾 哎呀 会边瞎话了 知道说送海鲜 人家不能收 挺有进步呀 谁呀 媳妇啊 一会儿进去 你可千万别无法长江的啊 放心吧 我一会儿 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 淑女的我 哎 哈哈哈哈 这谁呀这是 这是我媳妇 是 我是她媳妇 我叫大美丽 啊 地妹啊 那那那坐吧 哎 经理 这不听说 您瘫痪了吗 啊 那个 局部瘫痪 局部 落枕 是啊 经理 这个落枕呢 您可得注意 这落着落着 它就容易落糊了 落糊了之后 直接容易成 植物人 啥植物人 还脑血栓呢 经理 牛的脑血栓了 哎呀 经理 你赶紧坐下 经理 我们也没什么事 就是来看看您 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放下 不是 经理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啊 那可真是 不一般 你就说这个 橙子吧 它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种子 它上过太空 它是个太空城啊 而且经理 这个橙子的余力非常好 预示着您 心想是橙 橙事不足 败事有余 鱼 鱼鱼得水 水到其成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您再看这个 攀掌贵酒 话说这个酒在三千五百 两千 五百年前 慈禧太后到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 贤龙皇帝 亲手送给他的酒啊 那这俩人离的才也远吧 是啊 远亲不如近邻吗 哈哈哈哈 那弟妹 那要按你这说法 那这木耳那就更有来力了 经理啊 这木耳啊 啊 好耀眼的木耳 经理 这个木耳 它必须生长在昆仑山脉 天山之巅 要想踩到它 你必须要登上 猪木朗 马 猪木朗 马 哎呀 只有这样 您才能踩到它 你说那是雪莲吗 是啊 没有雪莲的白 怎么能掺托出沫耳的黑呢 算我多说寡闻了 媳妇 那些东西都是领导送给咱的 是啊 都是领导送给咱的 咱的 那能掐得了吗 我要知道这经理送给咱的 我就把词整得再硬点了 是吧经理 哎呀 弟妹啊 其实啊 就是这一箱海鲜是小串送的 还是送给你爸的 送给我爸的 送给你爸的 是啊 是啊 送给我爸的是另外一盒 这盒是送给您的 啊 经理 您就慢慢拼吧 这个能治好您的病 啊 好好好 哎呀 那我就拼一拼 这里边没有钱吧 我跟你俩说好啊 一会我打开之后 如果里边有钱 那你俩就犯错误了 那你俩就犯错误了 小串 你给我走着瞧 经理 那个 那那你还是别开了吧 你不是送给我的吗 这是送给我爸爸的 啊 送给你爸爸的不是另外一箱吗 这个就是另外一箱 哎 我就喜欢这另外一箱 经理 哎呀呀 嘛 垃圾 垃圾 哎 经理 是垃圾 哎 经理是垃圾 哎 你干什么 你放钱 你放钱 哎 你是垃圾 小串啊 我在你们两口的心里边就是垃圾吗 经理啊 你别生气 你误会了 这箱垃圾是刚才我在楼道里拾的起来的 我刚好去扔 你就把我喊进屋 这不误会了吗 哎 你让开 这钱是怎么回事 啊 出门的时候不是给你七百吗 那二百块钱呢 你行了 你后面 经理 这五百块钱是你的 你们今天来给我送礼 无非就是想走捷径嘛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共事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只要你脚踏实地地干 就不怕 没有前途 行行行 那个 我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我两口给您收拾收拾 我俩就回去 好好好 把这些东西 这些酒和这些东西都给你老丈人拿去吧 哎 不行不行 不合适 拿着 拿着吧 谢谢经理 拿着 谢谢经理啊 你们太丰盛了 走 再见 再见 哎 对小川 你给我站住 哎 不是 经理 你又干啥呀 刚才那五百块钱 那是我 得你还给我呀 哎呀呀 经理 我说这 那我得叫啥事 啥事 你嫂子要是知道 我这月开工资少了五百块钱 那我就得贵榴莲了 妈呀 经理你跟我一个待遇啊 那可不 哈哈哈 b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